1、2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我就要將一套 Beatles 的新伏黑的黑膠 這套Revolver 舉行一個開箱大典 我自小就是一個Beatles 迷 所以當年 我就儲了一些吃飯錢 打斧頭 儲了錢 買了這套Revolver的黑膠 當然 這次這個伏黑 是由原本監製George Martin的兒子 Jales Martin 用一個全新的方法 將這條帽子 重新建構起來 新的新力星 和新的單星度 的碟 就非常之 具及吸引力 究竟這套帽子 是甚麼情況 我現在就想開箱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套帽子 現在就準備開封了 很奇怪的 一般開封的封口 這套是在右手邊 但這套很奇特 全部都是在左手邊 我現在看看 怎樣 首先第一張 我會看到 這張Revolver 就是 Jales Martin 新的 Stereo Mix 即是新力星的 混音 這個新力星 混音 就有少少 跟以往 有少少不同 魔界三部曲 那個導演 將他的舞帶 全部混了的音 例如是 Paul McCartney 和Ringo那個鼓 再加上John Nathan的聲音 和George Harrison的結他 本來就在兩條 聲帶那裏 已經混好了 就黏在一起 現在就有一個 新的技術 將他們 所有不同的 片段 不同的section 人聲 結他聲 特別是Ringo的鼓聲 全部拆出來 然後再重新組合 混出來的聲音 就是現在摩登的聲音 可能有一些 比較保守的 Beatles 迷 就覺得 不是他們要聽到的 Beatles 的東西 當然 如果是很保守的 我也建議你在 外國賣碟的網站那裏 買這隻原裝舊版 或者是有些 早期一點 未經過重新處理的 伏黑版 都可以的 但是這張 就是一個 新力聲版本來的 跟著這一張 就是 傳統 Beatles 迷 必備的 Mono版 單聲道版 當年 George Martin 和Beatles 四位成員 就是用很多心機 將他們的 母帶的錄音 是混出來的 那 Stereo 方面 剛剛那張 Stereo 只不過是 混完 Mono的時候 很快速 就出一個 新力聲版本 就是 去 應對 當時那個市場 是很少的要求 我印象之中 60年代 中期 雖然Stereo 已經出了很多年 但是 Mono碟 仍然是一般 流行樂迷的 主要的 信源 來的 所以這一張 是 那個Mixing 是 原汁原味的 Analog Recording 就是用 模擬錄音 那個 母帶 是再 重新做出來的 這一張 特別 這個 原本 就是 Revolver 最初 的封面 來的 後來因為 很多種原因 或者當年的 美學的觀察 就覺得 這張未必是 當時的人 可以接受到 因為Beatles 當時太紅了 如果你沒有幾張 他們代表性的照片 而是這麼 藝術化的 那 可能當時的人 就未必會接受到的 那這一張 碟呢 就應該是有 他們 錄音 就是其他的 outtakes 就是 沒有收到入碟的 那 還有是有一些 叫做 alternative version 就是 例如是 錄音裏面 例如正式出版那裏 他是找了一個 take 那當然 之前他們可能 是做了很多的 其他那些 take 就全部 擺在這裏 那還有 有時候他們 錄音的時候 製作過程 是有些什麼 發生呢 都會在這一張 碟裏面 那裏 是緝錄了的 那 原來 就還有一張 細碟的 那這一張 single 就是他們 在錄這個 revolver 這張專輯之前 錄了兩首歌 一首叫做 paperback writer 就在打上電台 那個榜那裏 是打得很熱的 但是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為什麽 就沒有把這張 paperback writer 是 擺到專輯 那個大碟那裏 另外第二首 反轉後面那裏 就是一首叫做 下雨 rain 另外一張 又是 非常之精彩的 一個曲目 來的 那現在這一張 復刻呢 就這樣 就將這個 paperback writer 和rain 的mono版 就用一個EP extended play 的形式 45吋的EP 就擺在七吋碟 的一邊 那另外一邊呢 就是 新力聲版 就是一邊是stereo 的兩首歌 一邊呢 就是mono 的兩首歌 好啦 我相信 買這一套 碟最精彩的地方呢 就是 這一本書 這本revolver的專輯 那大家見到 那大家見到 有些 Beatles的 當年的section 的相片 這些 是很珍貴的相片 Paul McCartney 就是講他對這個新版的展望 這些相片 這一位是 人士呢 就是為了這個reissue呢 就寫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 那我都未看的 那我有時間呢 就在家 慢慢 咪 總之呢 買這個 專輯呢 我覺得 除了一些碟之外呢 是這一本revolver的書呢 這個特輯呢 是我非常之 喜歡 而且是 覺得是值得收藏的